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中貞 昨天台股的夜盤 大漲173點 道瓊指數跟世大指數 美股也都是開始有買盤進場 開始在大漲 其實昨天台股的夜盤 之所以會大漲173點 關鍵就在於說 美債殖利率大跌的將近是5% 昨天晚上美債殖利率最低來到0.35左右 那跟我們之前預期的是一樣 當美債殖利率來到了0.35% 也代表說台積丁的投資價值 它會開始去浮現 所以為什麼從上週 那我們就一直強調 包含昨天早上也是 一直強調大部分的股票 千萬不要去殺低 甚至應該說逆勢去加碼 因為台股隨時會強談 那其實昨天晚上的狀況 就符合我們這樣子的說法 美債殖利率大跌5% 半根跌停板 其實美債殖利率這種東西 它在單日大跌5% 是一件非常不錯的跌幅 那當美債殖利率跌下來 就會有新的資金 轉移到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自然會大漲 所以為什麼在近期會一直強調說 大家瞭解到說 整個總金面之間的連動關係 你會知道說這個時間點 台股隨時會強談 所以你去看 昨天加權指數 昨天的加權指數持續在破底 最低來到13000點左右 但其實說這樣子的走勢 這一段它幾乎都叫做多跌的 所以只要說這個時間點 其實說台股什麼都不缺 台股包含說基本面 這絕對是沒有問題 基本面 技術面這些都抄解 籌碼面也可以 因為說籌碼非常乾淨 該出廠出廠了 不該出廠也出廠了 留在廠商的都是比較穩定的籌碼 籌碼面沒問題 基本面也沒有問題 很多的股價 它也都是在一個非常低位階的狀態 這個時間點就像我們昨天提到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東風就是整個國際的資金 要開始回流到股票市場 國際資金要回流到股票市場的前提 就是美元要先回落 或是說美債殖利率一定要回跌 就像我們上週講的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 美國公債殖利率一定會回檔 為什麼一定會回檔 因為英國央行在上週 已經做出了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它執行了小型的QE 那大家要知道 在這樣子時空背景下 要不是說真的已經想沒有辦法了 絕對不可能會執行小型QE 那敢在這個時間點執行小型QE 就代表說真的已經到了臨界點 才會有小型QE這種東西出現 所以你說為什麼昨天美債殖利率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你去看喔 這是昨天早上的圖 昨天早上的圖 它還是長這樣 昨天晚上美債殖利率 馬上一根長黑殺下來 將近是這一條線 昨天這張圖 它還沒有 昨天盤後的節目 還沒有殺一根長黑 昨天經過一個晚上 已經來到了3.5%左右 這一條紅線的上下 那昨天美債殖利率之所以會跌 就是因為英國它撤回了 減稅的政策 那英國撤回減稅政策 美國公債殖利率就跟著跌 那這也符合我們上週講過的 以G7的會員國來講 他們家的公債跟一些經濟關係 連動性都非常高 那只要說英國撤回這樣子的政策 有一點說沒必要的政策 這種時間點沒有人會去推出說 減稅政策 那把這個政策把它取消之後 美債殖利率自然會回跌 所以其實這就是一連串的連動關係 那也像我們講的 其實說在上週英國殖利率 英國公債殖利率 大跌了10%左右 這一根長黑是10% 大跌下來之後 美債也開始回跌 那英國會遇到的問題 美國一定也會遇到 因為市場上很多人在討論 說美國會不會發生 跟英國一樣的公債問題 那我這樣講好了 不是說會不會發生 而是說它現在正在發生中 它是現在進行式 那如果說 美國不處理這一塊的問題 接下來一定就是爆出來 它這個再次的問題 一定是爆出來 所以為什麼上週我會強調說 美元指數一定會下跌 那美國公債殖利率也會跟著跌 因為說如果美國它要防止 再重演一次英國這樣子的狀況 它勢必不能讓美國公債殖利率再往上飆 那美國公債殖利率比較往上飆 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去壓美元 只要美元跌 那美元對於公債的吸引力 就會開始下降 那會有部分的資金 再轉為美國的公債 那只要說有更多買盤 進入到美國公債 美債殖利率它自然會回檔 所以大家了解到這樣的聯動關係 你會知道說 美元一定會跌 那美國公債殖利率也一定會跌 那當這兩者都跌下來之後 整個債市跟會市的資金 自然會轉往股票市場 所以你去看 其實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整個國際的商品 就是股市會市債市所組成 那當債市的資金 當債市的吸引力下滑 會市的吸引力也下滑 資金自然會回流到股票市場 所以台股隨時會強談 因為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籌碼面沒有問題 基本面更沒有問題 缺的只是資金 所以為什麼會說這個時間點 其實它就是一個過渡時期 我們只要撐過這樣子的過渡時期 接下來的利潤會非常的龐大 因為很多個股 它早就已經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 那它只是受外債因素的影響 只要說這項外債因素解除掉 它光是回到它原本的原始的價值 其實這一段的空間就非常的大 所以就是說撐過這一段過渡期 接下來迎接的 就是非常巨額的利潤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反而是要去低接一些 真的已經跌升了好股票 因為這一段的下跌 這一段下跌 它主要只是在反映 國際資金的調整 這跟個股基本面沒有關係 好 其實也符合我們上週講的 股市的大跌它是必要之二 它是美股一定要跌才有機會強談 鮑爾的目的達成台股隨時會強談 因為資金會回流到台股 所謂的強談我認為至少回到14000 差不多 就是說14000點以下 它大部分都還是因為 國際資金調節所造成的影響 所以總結就是說 這個時間其實 多數的股票不需要去撒低 台股它會迎來比較強的反彈 因為說這個時間點 技術面 籌碼面 它都已經失真 我們要去看的 就是國際商品的連動關係 你只需要知道 整個國際商品的連動關係 你會知道為什麼台股 隨時會強談 因為美元不可能無止境的走強 美國公債殖利率 也勢必一定要回黨 因為不回黨 就是美國本身會受到傷害 連這個瑞士信貸 都開始出現了一點問題 所以其實種種跡象就代表說 美元強勢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已經遠遠大於 它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既然是這樣 美國它就一定要去壓抑到美元 所以在這兩大平台裡面 Light跟Telegram 小老鼠 WE178 WE178 這兩大平台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現在這樣子的環境 正常的情況之下 你不用去了解到 國際商品的連動關係沒有關係 總經面什麼都不用去了解 但是在目前 比較極端一點的環境 你要了解到連動關係 你才能說 賺到接下來的超額獲利 好 所以其實台股在這個時間點 差不多它會是一個短線上的底部 為什麼說會是短線上的底部 邏輯很簡單 台股要直穩 台積電一定要直穩 台積電的比較對象叫做美國公債 這個邏輯我們之前有講過 在外資的眼裡 台積電不是 不是要去跟你做什麼短線操作 台積電他們看的一定是一個 中長線的投資 至少都是報個一年兩年 既然是報個一年兩年 台積電它看來是直利率 那台積電既然是直利率 它的比較對象就是美國的公債 好 那你去看 就像我們有講過 其實這個論點我們在昨天的 盤後節目就有特別提到 台股什麼時候要直穩 兩個指標 要嘛台積電先破400 要嘛美債直利率先到3.5%以下 那看誰先到 台股就差不多直穩 那昨天晚上 美債直率剛好就是回到3.5%左右 所以這個位置就會是 台股相對 相對有支撐的價位 因為你去看 台積電 台積電絕對是可以買 就像我們在上週有特別提到的 因為台積電 它是要去跟美國的公債去抗衡 那如果說 美國公債直利率 它大於台積電 就代表說 台積電的資金會被抽離到 美國公債 因為美國公債它是無風險 無風險的商品 它的報酬率大於一間公司 資金當然會轉過去 好 那當台積電 跌破400元 它的殖利率大約會是0.3到0.35左右 差不多就可以去跟 美國公債抗衡 那如果說台積電沒有跌到400以下 其實只要美債直利率 跌回到3.5%以下 資金自然會回流到2330的台積電 這個就是一個資金輪動的關係 只要說美國公債直利率跌破3.5% 它的投資價值就會開始 遞減 跟台積電來比 那這樣子的狀況 資金自然會回流到台積電 所以其實你了解到 這樣子的邏輯關係 你會知道這個時間點 下跌空間有限 而且台股隨時都會強談 所以你說台積電能不能去買 當然是可以 台積電先進製程 這是一個不可逆的大趨勢 不管有沒有需求 就算說明年產能利用率多低多低 怎麼樣都好 台積電它一定會去量產3奈米 也一定會去研發2奈米 1奈米 這就是一個科技的話語權 手上如果有3奈米 講話就是特別大聲 所以台積電它的趨勢一定是沒有問題 那只要說 每站持續稍微回檔 自然會有買盤 450元以下想要買 400以下大買 350以下全力去買 所以台積電它是可以買的 如果說看好台股 卻不能買台積電 這個邏輯就很奇怪了 那包含像是 這類型的大型全資股也是 3037的星星 3037的星星也是一樣 跌到108元 這個位階已經非常非常的低 那也是只要有資金開始回流 它上去的速度會非常的快 就是說 大家會說在升息的環境 通膨的環境 經濟衰退的環境 各股的平價會被下修 先修正平價再下修獲利 這些都沒有錯 這些講法都是正確 就是說 在通膨環境 經濟衰退的環境 各股的一些位階 它都一定會被修正 這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說以未來的獲利來去看 它的股價已經修正到一個 也沒有什麼下修空間 它就會是一個相對的底部 來你去看 3037的星星就非常符合 因為獲利數字一定是看未來 看已知的數字沒有任何意義 2023年以目前的訂單量來看 在沒有砍單的前提下 明年至少保守也是18元左右 18到20元 而且這是一個很差的數字 保守18到20元 但是它的股價最低跌到了108元左右這個位置 明年2023未來的數字 18到20 股價108 本益比大約是5倍而已 本益比只有5倍 它的趨勢性也算是OK 因為ABF窄版趨勢性 本來就有它的趨勢存在 這樣子的股票本益比不到5倍 還想下修去哪裡 就是說平價下修獲利下修 什麼都下修 這是沒有錯 這是正確的 但是說它全部已經反映在股價的上面 它的本益比已經被下修到了5倍以下 其實再怎麼修空間都有限 那只要說稍微有資金進來 上去的速度就會非常的快 所以今天台股預計表現會不錯 那可能會有一些壓寶 雙十連價過後的買盤也會開始進場 所以一定要把握這樣的機會 市場情緒還沒有完全的復原 該加碼加碼該低階的低階 那該去減便宜的 我們就利用這樣的機會 好好去減便宜 把握這樣的機會 一旦說國際資金開始回流到股票市場 台股會繼續強談 至少先看一萬四左右 我認為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手上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處理 那或是說滿手現金 想要利用這樣的機會 好好賺一筆 歡迎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或先加入我的Light跟Telegram 我們先進入廣告 所以台股這個時間點 什麼都不缺 缺的就只是新的資金 資金從哪裡來 資金從美國的公債來 從美元指數來 那只要說美國公債殖利率開始跌 資金資產會回流到股票市場 尤其是信息市場收費程度最大 所以其實說這樣子的邏輯 你昨天晚上一個晚上就可以驗證這樣子的邏輯 昨天美國公債殖利率跌了5%左右 最低來到將近是3.5% 美股開始大漲 台股夜盤也開始大漲 所以其實就是說 強勢的美元 它已經對各國都已經造成說 已經幾乎是到了臨界點 它勢必會去需要說壓抑這一塊 那你說 美股殖利率會不會還有高點 就是說 它昨天晚上是回到了3.5%左右 那你說接下來會不會再有高點 我這樣說好了 短線上基本上是不會有高點了 就算有也是明年的事情 至少一直到今年第四季的季底 預計不會再創高 因為如果說美股殖利率 它是去反映聯準會的升息 其實 這個位置最高是將近了4%左右 美股殖利率 那這個4%的數字 它已經非常充分反映今年可能會升息的碼數 就是今年一直到今年的年底 全部加起來會升息的碼數 其實4%就差不多反映充足 那如果要再反映上去 這就是明年的事了 所以其實如果說這一次 它正式在回落下來 台股真的可以迎接出 迎來說比較不錯的強談行情 尤其是說一大堆的股票 它已經非常明顯脫離它的基本面 那它的補漲空間自然會非常大 基本面或是說它的股價一定是看未來的 那如果說連我們用明年後年的數字去算 股價都超跌 那這就是真正的便宜貨 就是說如果你去看過去的數字 今年的數字 可能說參考價值不大 畢竟這都是已發生的 但是如果去看未來的訂單 2023、2024以這個訂單去看 連未來的數字 目前的股價都偏低 這就真的是很便宜 信心就是 所以這個時間點 Light跟Telegram 小老鼠WE178 WE178 預計今天盤勢會不錯 那有一些該調節的 該加碼的 該轉換的 就是要好好利用今天這樣的盤勢 下去做轉換 那不知道怎麼去做調整 一定要盡速私訊 我們的Light跟Telegram 或是直接來電 因為說在正規的行情下 其實我不太愛講總經面 總經面這個東西很堅設 又很無聊 那可能講了大家也不愛聽 但是當比較極端的行情出現 總經面絕對可以救你一命 就是說當整個市場的什麼技術面 籌碼面 基本面 產業面 什麼東西都失序的情況下 其實能夠去看的 就只剩下總經的輪動關係 所以在這個時間 為什麼上週我們會提到 你什麼東西都不用懂 你唯一需要知道的是 鮑爾的立場 還有整個國際資金在股市 會市再次的聯動關係 你清楚這樣子的關係 你什麼面都不用看 你就會知道 這個時間點台股 它就是很明顯 早就已經超跌 那只要說有一點點資金進來 不論說大盤也好 個股也好 它就是開始補漲 因為籌碼也乾淨 基本面也低 那補漲空間自然就會大 3661的市新 928 上週上有講過 如果說破800 一定要去買 因為它就是一個非常便宜的價位 9月30號上週五 最低來到796 馬上往上拉 停留不久 就直接拉到867 上週五 那其實這就像我們講的 因為說它的位結構低 所以跌下來一定會有買盤進來 就算要跌 它也跌不下去 就像當時講的 其實最好的狀況 如果它可以跌到750 740 甚至跌破了 離800再更遠一點 780 760 這就是一個更漂亮的買點 但是它只跌破了4塊錢而已 最低來到796 馬上就有低階買盤 就是因為它的股價太便宜 既然是便宜 那聰明錢一定會進去 法人啦 大戶啦 他一定會去搶 所以想跌也跌不下來 這就是股價位結夠低 它股價夠便宜 也不會有什麼人想賣 所以最低796 就一路往上拉 867 昨天大盤不好 最低一度再來到了876 所以你去看 上週五見到7字頭 你試駕單隨便買 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一張到了昨天 就是賺7萬左右 所以這就是股價位結低最大的優勢 就算短線上都受到大盤的影響 很快它也會漲上去 那包含像是GIS也是 你去看 當時有講過 GIS它的數字非常的漂亮 先不去論蘋果會不會砍單 這也不重要 重點是說 今年保守10元上看13 明年會持續成長 這樣子的數字 對比上75元以下的股價 怎麼可能會不漲 就是說 它用未來的數字去看 目前的股價也是非常非常明顯超跌 一定會有減便宜的買盤進去 9月18講過 一根長黑下來 接近跌停板 這就是多跌的 這就是被誤殺 這就是超額利潤 10月3號昨天最高來到80.2 上週五跌到72.2 馬上收一根下引線拉上去 是不是 昨天馬上又回到了80元 幾乎是吃掉了這一根的長黑 就是因為它的股價夠便宜 如果說用未來的數字去評估現在的股價 目前的股價還是偏低 它就是真正的偏疑貨 如果說用歷史的數據 這沒有參考價值 但是如果說用未來的數字去看 偏低 它就真的是低 所以你看包含像GIS也是 其實我這樣講好了 就算是 GIS是買在前面這一波 大盤跌下來 一直到昨天 幾乎是沒有任何的影響 它很快就補漲上來了 這一段 你去看 加權指數近期跌了多少點 跌了快兩千點有吧 但是像這樣子的股票 它就是跌下來 馬上又回到原點 先不去論有沒有過高 其實光是 不受大盤影響 至少贏過九成的股票 你去看這樣子的走勢 不論說你買在什麼位置 一直到昨天 至少都是贏過九成的股票 包含像金像店也是 減之前講 減之後講 那一路來到了104元 上週五漲停板來到94.6 昨天繼續漲 將近96元 這也是 幾乎是不受大盤的影響 往上拉 贏過九成的股票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只需要知道一個重點 台股14000點 可以算是 已經跟基本面無關 它就是在跌國際之間的轉換 那只要說美在跌 美元指數也跌 國際資金回流到台股 一定會搶彈 所以把握機會 手上的股票 如果說不知道 該加碼 該減碼 該怎麼去做處理 歡迎利用盤中時間 直接來電 那反省資金 想要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也是直接來電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祝福各位操作順利 謝謝各位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